它可以使用一根Type-C线来连接我的显示器 达成小主机和显示器之间信号供电一线通 它是拥有超级大满宽接口的英特尔平价旗舰 P美同类AMD竞品 它还提供了一个SATA的SSD接口 可以让你的老SSD焕发新生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12代i9-12900HK的高性能小主机 Minist Forum 明凡NAB9 Plus 英特尔旗舰CPU小主机 拥有超级大满宽接口的 我只测试过这一台 明凡X7Ti装置Ultra 9-185H CPU 而AMD平价旗舰小主机 拥有超级大满宽接口的 那可多了 所以这台英特尔平价旗舰 拥有完全的超级大满宽接口 让我喜出望外 可以说它是真的修补了英特尔旗舰小主机 在接口方面的短板 那么大家觉得拥有超级大满宽接口的 英特尔平价旗舰是否值得购买呢 明凡NAB9 Plus 它装置了英特尔 i9-12900HK 14核20线程标压移动CPU 96EU的英特尔Iris X1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 3200MHz M.2 P3E 4.0X4和SATA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巧WiFi6 后置Oc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特殊的SATA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49V 6.32A 一共120W公里 小主机漂亮的银色金属机身 非常精致好看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2A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2.0接口 HDMI2.0接口 后置Oclink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DP1.4接口 USB4接口 49V电源接口 双侧 底部 后部 都有通风口 按压顶盖 双侧底角 轻松取下上盖 非常方便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双通道DDR4 3200MHz内存 带风扇散热的M.2 PCIe 4.0X4 NVMe SSD MT7902 WiFi 6E 无线网卡 这个是特殊的SATA接口 使用厂家提供的SATA线缆 可以连接安装在后盖上的SATA SSD Oclink接口是后置 板载在主板上的 这也是许多朋友希望的 明凡独有的图形BIOS 首页里可以看到 已装置32G DDR4 3200MHz内存 性能释放选项 可以看到已经预设了 PL1是45W PL2是6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57W 85秒后下滑稳定在45W 整机功耗从82W下滑稳定在67W CPU频率降低到平均2.7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21分钟 12900HK功耗一直保持45W CPU温度最高75度 SSD温度最高45度 真不高啊 我们用明凡NAB9 Plus迷离主机的i9-12900HK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2分39秒 共计759秒 和我们测试过的魔方12900H差不多 离Rion9-6900HX差距也很小 CPU-Z多线程6780.8 单线程730.2 多线程接近7840HS 是最好的12代酷睿移动CPU 超过了Rion9-6900HX GP5多核10123 单核1735 多核成绩接近最好的Rion9-6900HX GP6多核10754 单核2407 多核成绩和Rion9-6900HX几乎一样 CPU-Z多核13710 单核1733 多核成绩接近最好的12900H 高于6900HX CPU-Z多核804 单核104 多核成绩高于最好的6900HX PASSMARK多线程27,单线程3772 多线程高于6900HX 综合来看 57W-45W性能发挥的12900HK 基本上算最好的12代酷睿移动CPU 多核性能和最好的Rion9-6900HX接近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177435 CPU得分587995 我们给i9-12900HK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1028292 XX20546902 CORMARK440490 在CORMARK成绩上 它超过了其他所有的12代酷睿移动CPU 也超过了所有的6900HX 接着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化制 最后大成战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化制 跑起来战斗起来大概50多帧 这就是946EU的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8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猜猜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纳 显示输出 4K60Hz 8位RGB信号 我们来看看 英特尔Iris X1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结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出厂NVM硬盘测试 4800Mbps 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接口连接 雷电存储性能测试 3100Mbps 是不错的 外置存储的访问性能 Wi-Fi测试 这只是Meditech 7902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44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 环境中较差的一类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 5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明凡NAB9 Plus 迷离主机 装置了12代 Gurray i9 CPU 12900HK 57W到45W的性能释放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CPU最高功耗 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 只有12.3W 120W的DC电源 轻松搞定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4度 SSD待机温度32度 都很低 在台小主机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46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39分贝左右 算安静吧 明凡NAB9 Plus迷离电脑 装置i9 12900HK 出厂57W到45W的功耗释放 性能大规律和Ryzen 9 6900HX 差不多 算是最强的12代移动 酷睿CPU 散热静音都优秀 单烤FPU最高CPU温度75度 CPU100%的时候 耳边噪音39分贝 它拥有超级大满关接口 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因为这将会是一台很难过时的小主机 它有双2.5G网口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HDMI接口可以做高等级的HTPC 它有Oklink接口可以外接显卡屋 Oklink外接多盘位硬盘盒 USB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 它可以转性为一个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 缺点吗 我觉得可以更换一下WiFi无线网卡 至少是应该跑到800Mbps以上的 总结一下 出厂57W到45W的性能释放 非常强悍 散热静音都优秀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也能显示器显示输出供电一线通 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Oklink接口 接口兼用性超级完美 这是本年度非常值得买的英特尔平价旗舰机 而且还是免工具拆装 对小白朋友相当友好 外形做工非常漂亮精致 我们对明凡NAB9 Plus i9-1290HK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什么 有吃什么